记者邱昊棠台南报道,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风波一路延烧,参选人之一,立委黄委这更成为标靶,让竞选团队不得不收集市政向党中央检举。 事隔一个月,竞选团队发言人郭国文表示,期间已经送五次抹黑市政,特别是国会助理设诈七一案,更以送交相关市政次请调查。 根据周刊报道,承包台湾大创百货采购业务的一丰富公司总经理业企中,指控黄伟哲的国会办公室主任曾碧珠,以国会助理身份索取近三千万元。 他当时为了将保养品出口到中国,才将此经费交给曾女用于半证及公关服务费。 没想到最后却拿到位证,血本无归,因而已涉嫌诈欺,未造文书控告曾。 不过,曾碧珠事后反控业企中献他上千万财协院报复,双方各说各话,等待司法系统厘清调查。 黄伟哲也说暂停曾女的职务,让其专心处理司法问题,更强调会将该案是由主动送交党中央说明。 对此,黄伟哲竞选团队发言人郭国文今日表示,已将相关市政送交党中央,但为遵守党主席蔡英文,不得互相公结的指示,才没把资料公诸于世,也请外界别忘了2011年南关县的立委初选,即是因为过度攻击与抹黑,使得立委王定宇和前立委李俊逸的初选资格被取消。 因此如果有人再敢挑战党记,我们绝不收手。